夺华世界杯1500米宁中岩强势夺冠 中国队二斤受关 北京时间11月22日消息 国际华联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斯塔万格战继续进行 男子1500米决赛 宁中岩发挥出色夺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在本战比赛第二斤 女子1500米韩梅获得第11名 日本选手高牧美翻封后 男子1500米决赛 中国选手宁中岩发挥出色 他滑出了1分45秒167的成绩 夺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在本战比赛第二斤 宁中岩本赛季表现突出 在1000米1500米都有着优异表现 北京冬奥会值得期待 美国选手曼迪亚滑出了1分45秒552的成绩 获得亚军 韩国选手金明熙滑出了1分45秒636的成绩 获得季军 女子1500米决赛 日本选手显示出强大实力 高牧美翻滑出了1分55秒679的成绩 夺得冠军 格湾老将伍斯特以1分56秒251获得亚军 另外一位日本选手佐藤玲 以1分56秒515获得冀军 中国队只有还没出战 他以1分58秒149的成绩 获得第11名 你1分3分5秒6的成绩 你1分5秒7秒7的成绩